大家好,我是萌妹,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山神丢下食物保佑饥荒的村民,奈何他们却恩将仇报的故事,利己主义。 话说,一个以农耕为生的小山村突然发生了严重的蝗灾,一时间饥荒爆发,流民四起,路上百米皆可见饿死的村民。 走投无路时,村长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来到了山前,祈求神明庇护,没想到他的诚心居然真的召唤出了山神。 仁慈的山神给他丢了一只大虫子,村长开心极了,赶紧跑回家里处理大虫子,大虫子鲜嫩Q弹,无论青春红烧、椒盐都美味诱人,方圆石里的小孩都馋哭了,所以靠着这个村民们活了下来。 此后更多人开始加入祈求山神怜悯的队伍,山神也从不吝啬,可是慢慢的村长发现这么多的村民,一只虫子显然是不够分的。 于是他心生一计,在山神也如愿而至的祭典上,村长不再祈求怜悯,而是从背后掏出了一把弓箭,射向了山神。 见郑重山神眉心,他倒下了。 那些曾经依靠他活下来的村民,居然残忍地砍下了他的手臂,随后掉了起来。 此后便依靠一种能够刺激断壁丢出虫子的机器,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食物,并且欲望也促使着技术快速进步。 村民们很快研究出了一种能批量处理虫子的技术。 虫子做成了食物,村民们用钱换取,成为了完美的产业链。 而策划这一切的村长已经住进了豪华的大楼,每日只需要坐等大把的金子送过来即可。 当然了,村子也不同于往日了,村民们都开上了飞机,看起来祥和一片。 但是就在这时,天空突然乌云密布,电闪雷鸣。 只见一道雷劈了下来,大楼瞬间毁于一旦。 楼里的村长艰难地从废墟里爬出来,可是他还没有搞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时,山神却突然出现了。 原来是山神复活了,他是来寻仇的。 村长这可吓坏了,拔腿就赶紧跑。 可惜多年怨气积累起来,山神怎么可能善把甘休啊。 村子在他的怒气之下被烧成了灰烬。 村长看到这一切彻底蒙了,自己一手建立起的帝国居然毁于一旦了。 还没等他哀悼完自己帝国的毁灭,就已经被山神丢进了嘴里,一咬嘎嘣嘎嘣脆,鸡肉味。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生米恩斗米仇的故事。 人的贪婪永远是最可怕的,疯狂起来甚至连神明也抵挡不了。 不过这部片子既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也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。 自然给予我们山川树木河流,我们却只从里面看到有利可图,无止境地索取再索取,也许会把我们推入万劫不复。 好了,听说超级无敌可爱帅气的你,会点赞评论关注哟。